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警告 他认为俄罗斯最快在五月份或夏季初的时候 会发动新一波的攻势 那为什么呢 尽管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别无选择 就算乌俄罗斯进攻也只能击败他 但战况看起来越来越不利 俄罗斯夺下了阿夫迪夫卡之后 继续推进还夜席附近城镇重创火车站 俄罗斯总统普丁他最近还释出了一个 他自己驾驶轰炸机的影片 代表说他无所畏惧吗 要跟欧美继续来呛下吗 我想问小伟哥 打了两年了 原本以为乌克兰有欧美军援战上风 现在目前看起来情势 似乎有一点点不利乌克兰 其实很诚实的说法 一开始我一直就 我从来不曾看好过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两个国家不管怎么说 在军事实力上来讲 差距是很大的 乌克兰能够撑到今天 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来自于西方盟国 几乎是无间抵的是这样的一个支援 才有办法撑到今天 其实整体来讲 俄军等于重新夺取了 这个战场上的一个主动权 什么叫主动权呢 主动权就是 今天我在打仗的时候 我能够发挥 我自己的主攻的这样一个方向 在战场上 然后任意的对对方进行进攻 这个就是主动权 也就是说 现在主动权已经转过来了 7月7月的时候 在乌克兰手中 乌克兰对俄军发动攻击 但是现在俄军 已经完全把这个战略 那个战场主动权 抓回在手上 所以泽伦斯基说 6月底5月或6月的时候 俄罗斯就有可能 重新发动攻势 重新发动攻势 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俄罗斯 他现在要重新集中力量 可能会选一个 就是说乌克兰 略想不到这样一个方向 对乌克兰在发动进攻 因为其实现在整个 这个乌克兰形势来讲 大概有将近五分级的土地 完全控制在俄罗斯的四个手中 整体来讲 战略形势 对他们来说是并不利的 好的确 现在看起来 这乌克兰东边 几乎是节节败退都失守 但是你说真的 俄罗斯打起仗来 无往不利吗 其实看起来也是蛮辛苦 其实说真的 在这场战线 这样一个打仗 真的很像是双方的人肉脚肉机 像比如说这边就有一个影像 是干嘛 是俄罗斯的士兵 遭到无人机攻击 其实说真的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你就看他好像在路边 他还在躲藏 他希望拿个石头丢他 因为他也没有 适切地反制无人机的武器 所以其实在未来战场上 无人机是个非常 让人头痛的东西 你看他东跑西跑 像我之前还看过一个 更好 那个有点算是 有点 你看起来觉得 有点很好笑的一个影像 它是怎样 是在一台车子的残骸旁边 然后那个俄罗斯士兵 就躲在这个车子残骸 后面看到那个无人机 就在附近 那个要动要动的过来 然后他又往另一边跑 然后往另外一边跑的时候 这个无人机绕到 就绕过来了 然后他看到这个无人机 然后他丢两下石头之后 再往回跑 然后这个无人机又绕回来了 结果他看到无人机 又绕到他前面 他又在想要往后面跑的时候 结果被绊倒 结果被绊倒之后 就看到那个无人机往前飞 然后影片就雪花掉 那影片雪花掉 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 对 其实在这个俄乌战场上 你可以看到这种 自杀型的小型无人机 真的变成双方用来 歼灭彼此的敌方的 这样一个力气 为什么 因为以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宣称 他对俄罗斯现在来说 能够以一挡十 也就是说乌克兰宣称 俄罗斯士兵的损失量 是乌克兰的十倍 所以你看像这样一个战场 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看到 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这样一个小队 整个十人 要开始朝乌克兰的防线进逼 然后但是这十个人 你看攻击攻击的 就被一名的乌克兰的守军 把他们逐一猎杀 但是说真的 这个以一挡十 在战场上 我们必须要说 他很激励士气 但他绝对不会是常态 他可能只是这个特例 所以乌克兰的军人 发挥了首土有责 这样一个责任 我们是非常敬佩他 但是整体来讲 俄罗斯巨大的工业力量 可以说是对乌克兰 其实可以说是 非常占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这个压倒性的优势 也不代表俄罗斯的军队 是金刚不坏之争 我们就看到最近 俄罗斯又有一架 他们的王牌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A50的空中预警机 又被击落 其实大家还好想到 我们农历过年前 才有一架A50的预警机 遭到击落 当然到底是谁击落 有人说是俄罗斯自己 本身没有把走廊开射清楚 让俄罗斯的A50运输 那个预警机 自己进入了 被攻击的这样的走廊 结果被击落 但是这一次很显然 俄罗斯这架飞机 没有寄取教训 然后遭到俄军 遭到乌克兰军击落 因为以像这个预警机来说 预警机其实在战场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空中作战指挥平台 为什么 它上面其实有非常多 训练有素的人员 损失一架预警机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可能带有 十几二十个 这种训练有素的 这种指管人员 指挥管制人员 这个时候 这架飞机在上面 它自己本身 由于有在雷达 系在空中 可以由上往下看 或由空中往前方看 把整个战场空域 都看得非常清楚之后 这些人 其实有拥有良好的经验 但是就这样被击落以后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 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这样一个损失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 乌克兰在这个时候 还不仅仅是只有 击落A-50运输机而已 它其实还对俄罗斯 这个内部 你看它有个冶金工厂 遭到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新立佩斯克钢铁厂 它这个钢铁厂 其实提供俄罗斯的军队 很多地面装备 或者是做无人机 所需要这些冲车舰等等 这样一个设备 对它进行这样的支援 但是这个工厂 现在被乌克兰也锁定以后 然后对它加以攻击 对它来说 今天即便没有完全摧毁 这个工厂 但是造成这个工厂 多处这个点失火 或甚至于损坏的话 那你这整个钢铁厂 就势必须要停工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够重新恢复生产 那如果能够这样一个顺利的 让它停工一段时间的话 那对乌克兰来说 它后面前线的防守压力 就会低很多了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两年来 对乌克兰来讲 的确是它的国土 受到俄罗斯的这样的攻击 真的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毫无疑问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 Google这些照片 或是卫星照片来比较 你就知道 两年前 两年后 像这边有一张 2021年10月16号 就大概是在俄乌冲突 爆发前大概差不多 四个月左右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阿夫迪夫卡 阿夫迪夫卡 就是最近两边 打得非常激烈的这样的区域 这个其实对那次克州 有一个非常 就是前面打的这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地点 它原本2010年10月16号 你可以看到 这个城市的轮廓非常清楚 然后住民地下 精英楚楚 然后后面这边 还有一个湖等等 然后建筑物各种东西 那这个时候 但你看经过两年 2024年2月17号 这个时候就是俄军 即将要攻陷 这个阿夫迪夫卡 而且乌克兰军 准备要仓皇撤出的时候 这时候你再看 整个市区的这个轮廓 都已经是一片满目苍蝇 大概整个市区 没有几栋完整 或说还屹立不倒的 这样的房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战争其实对于 这个住民地 或说人类的这样 可以说是一个 真的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好 俄乌战争 打了两年时间 那也对乌克兰 多个地方造成了 这个地貌跟城市景观的改变 毕竟战争是无情的 但看起来普丁不想收手 据传了5月份 可能会新发布 另一波的攻击之外 他最近还试出一个影片 他干嘛呢 他自己驾驶一架 轰炸机 先讲这个轰炸机 有多厉害 那他这个时候 试出这样的影片 是要对谁来秀肌肉吗 当然他以这个TQ160 这个飞机 这个西方把它称为黑天鹅 这黑天鹅这个飞机 为什么得到这个名字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 他看到美军 另外一种轰炸机 叫B1轰炸机很大 但他比B1 大得快三分之一 然后他本身具有 超音速的这个能力 而且他可以直接从空中 丢好这个核弹 或者说搭载核弹的巡翼飞弹 那这一次 普丁他就搭上了这个飞机 然后坐到这个正驾驶 当然啦 其实并没有 他并不可能真的会飞飞机 但他就坐在正驾驶的位置上 然后留下这个影像 意思就是普丁要借由这家 TU160 具核弹攻击能力轰炸机 告诉西方 你们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来讲 已经让我真的非常的火大了 然后你们再不有点节制的话 或甚至于还想要在另辟战场 预送好其他的国家 对我如何的话 你们千万不要忘了 我俄罗斯是一个核武强国 所以这一趟的这个飞机 他说其实大概 虽然说只有飞了30分钟左右 但是也就是告诉西方国家 俄罗斯是可以借由 像TU160空炸机 或者是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前射弹道飞弹 对你们这些北约国家 形成这样一个武力威胁的 不过当然你看 这个西方的这个武器 究竟在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上 或者说乌克兰战场上 带给俄军怎么样的冲击呢 其实像美军 最近援助给乌克兰的这辆汉马车 居然被俄罗斯士兵给俘获了 那俄罗斯士兵俘获以后 他们就要在现场 做一个射击测试 看看你这台汉马车 到底有多耐打 对 结果他们发现 因为汉马车上面 现在装着这些防弹玻璃 包含你看汉马车上方的 那个叫做武器站 它上面都是用防弹玻璃 或防弹材料包得紧紧的 那俄罗斯的这些士兵 就拿AK74 5.56公里步枪的 5.45公里的步枪一直打 而且像比如说 你看这上面有防弹玻璃 它要击破防弹玻璃的话 就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你要对一个单一个点 连续进行射击 但他们就发现 你即便是光瞄准一个点 打了很多方 这个枪还是打 那个子弹还是打不穿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军这款汉马车 它其实是吸取了 一个实战的教训 它当初在阿富汗 还有伊拉克的时候 受到反抗军的这样一个攻击 原本其实根本是非常皮薄 然后又很轻便的汉马车 也为了就是说 能够防止这些游民 那个游击队的这样的攻击 让它这个整个防护设备 大幅加强 然后甚至你也看到 美军援助乌克兰的M1 A1主战车 现在也在前线 因为原本大家一直以为 M1 A1到了乌克兰 还没有良好训练 这个M1 A1 可能应该还不会上前线 但是对不起 现在乌克兰已经把它开到前线 为什么 因为并竟前线吃紧 当然要有最好的武器装备 到前线进行作战 才能够提高大家的军队的士气 跟作战的这样的意志 所以美军的这个M1 A1 也冲到这样的前线 而且不仅仅是美军的这个M1 那个军援的 已经到了这个前线之外 那英国其实也用了 很多这样一个军事援助 譬如说最近英国也要交给 乌克兰200枚这个brimestone 也就是硫磺反战车飞弹 这个硫磺反战车飞弹 其实它的这个性能 跟美国的地狱火非常相近 这个地狱火飞弹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 这个西方世界最优异的 空对地的直升机 所发射的反战车的这个飞弹 那brimestone其实完全 这个可以说跟它是在伯仲之间 所以它可以用战机 或是无人机等等 都可以吸挂这个硫磺飞弹 而且这个硫磺飞弹更厉害是 它发射出去以后 就是有这个fire and forget 发射射后不理的这样一个效能 也就是你发射以后 它会自己去追着这个目标打 你绝对不用担心 因为它相对来说射程还比地狱火要长 地狱火大概10公里左右 但这个硫磺飞弹可以打到40到60公里 而且它可以打装甲车 战车 中间商界演艺界 跨界揭秘 中案 悬案 逢击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